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从这里到旺市的Rutherford-Goltron Station 大概只要三五分钟的车程 小学的学区是Nellie McClone 在安省三千多个学校中排名630名 高中是排名84的Steven Lewis 这个房子是正门朝南 车库朝北 整个占地是宽20尺 身90尺 对于这种Rareland后向停车townhouse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尺寸 穿过门厅衣橱 右边这是一个开阔的客厅 这层有九尺层高 客厅的尺寸还是相当的大的 这里可以当做客厅 可以当做书房 必要的时候呢 这里完全可以改装成一个卧室 这边是朝南的一个窗户 前面是开阔的公园 没有任何遮挡 尺寸非常大的一个洗衣房 洗机烘干机水池以外呢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放一些清洁的用品 左边这里是一个full bath 一个带淋浴房的洗手间 前面就是车库的入口 这里有一个很大sized closet 这个townhouse是地上三层 没有basement 所以这里就是整个房子的一个储物空间 左边这里是一个机房 暖气 热水炉 还有电路板都是在这边 车库里面可以停两辆车 除此以外呢 车库外面还可以再多停两辆 total这个townhouse可以停四辆车 这个楼梯其实也做了很多升级 像这个铁翼的栏杆 还有这个oak的这个楼梯的地板 我们上的主层有10尺层高 这层呢 都是一个开阔的空间 这边厨房都升级成了course的十英台面 不锈钢的全套厨房电器 都是高端品牌bosch building的微波炉烤箱 这个炉头呢 也是煤气炉 这个townhouse虽然没有后院 但是有足够多的户外空间 像这个厨房外面就有一个非常大尺寸的露台 夏天可以在这边barbecue 晒晒太阳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离后面一排的townhouse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有足够多的私密性 另外朝南的一边就是餐厅和客厅的位置 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对着前面的公园 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 就是这边的黑色 我们现在来到三层卧室的这一层 这层有九尺层高 左边这里就是主卧 主卧的空间跟采光都是非常不错的 步入室的衣帽间对于一个2000尺的townhouse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size 卫生间里面也是有一个standalone的浴缸 而且是在窗户下面 通风采光都会非常好 主卧也是带一个小小的露台 我们从对面可以看到 车库外面其实有足够多的空间 可以再多停两辆车 右边那片空地呢 其实就是现在Treasure Hill正在卖的Evoke 朝南的两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尺寸相对比较小 可以用作儿童房 或者来当作一个书房 第三个卧室 这里其实是可以放得下Quincest的床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窗户 到这里这个房子我们就看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如果您有任何买卖二手房 以及购买新楼花的需求 欢迎随时与我联系 我们下期见